嗨大家,這是我又又,羅文煌 啊,這個週末啊,不知道大家過得好不好 這個週末啊,我們家還算蠻烏雲殘霧的 因為全家人都在生病,你知道 不知道小孩子從哪裡染上那個手足口病 所以真的,全家人都在不舒服的狀態當中 不過anyway,新的一週開始 希望一切都會慢慢回到軌道 好,在我開始之前,先讓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的名字叫羅文煌,我是一個作者 靈性教練跟靈媒,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是 靈魂進化是什麼,以及要如何達成它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話題的產生 其實是因為週末的時候跟老公在聊天嘛 然後,我很常跟老公聊天 你們應該可以想像 其實但我老公真的還蠻可憐的 真的嗎?因為我跟我老公說過 我聊的又不是普通的天,我常常會不斷的攻擊我老公 所以 真的還... 有時候也覺得他真的是蠻可憐的 不過好家在有他 所以還蠻多話題可以講的 所以anyway,就是衝摸的時候 老公就突然提到說 靈魂進化到底是什麼 你知道這種東西其實太抽象 又太...摸不... 就是看不到摸不到 然後又沒有一個衡量的標準 所以很多時候即使他覺得他做了對的事情 可是到頭來還是覺得自己好像還是在原地踏步 那我今天相信的是 今天... 就是因為在原地踏步之後 很多人就會灰心嘛 就是會沮喪、會灰心、會覺得說 我幹嘛還要浪費時間在靈魂進化 因為不管我做了多少好的事情、對的事情 到最後就好像是... 都是錯的 好像我做的這些東西全部都是 嗯... 你知道 嗯... 完全沒有用的 那因為這個樣子的時候 我就會跟他講說 其實靈魂進化這種東西是存在於我們生活中的所有 就是... 它其實是存在我們生活中的 它其實跟我們生活是緊緊相連的 可是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被教育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啊... 這個東西好像是完全不需要的 那我今天就舉了幾個例子給他聽嘛 我說你說靈魂進化不重要 靈魂進化根本就不重要 可是我們真的天天都在用 那他不相信我嘛 我說好 那我問你 為什麼人家在後面盯著你的時候你會知道 那請問你用了什麼感官 你用了什麼感官 那是靈魂一種... 那是一種靈魂進化 那是一種靈魂的感覺嘛 對不對 為什麼人家在後面看你 明明就看不到啊 因為照你說你要看到才相信的話 為什麼人家在後面盯著你的時候你會知道 對不對 好 為什麼 如果這個例子不算 為什麼有時候你走到一... 一進到一個屋子裡面的時候 即使人家沒有說什麼話 沒有告訴你什麼事 你就覺得 欸好像有什麼事不對勁 所以你會問人家說怎麼了 為什麼 你用的是什麼感官 因為顯然不是邏輯的感官嘛 你懂為什麼 你進到屋子人家可能強言歡笑 你還是覺得嗯 something is wrong 對不對 好 或者是 有些時候人家說服你做一些事情 去一些地方的時候 你一進去或者是一聽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覺得不太對 你就覺得不太對 然後你也說不出來為什麼不對 人家可能所有的紙啊 什麼證據啊告訴你說 啊這個東西這個投資是準... 穩賺的啦 不會錯的啦幹嘛 然後你就是覺得不太對 為什麼 我說嗯親愛的老公啊 這些全部都是在運用靈魂的感官好嗎 呵呵對不對 所以我說靈魂進化重不重要 它其實說真的蠻重要的 因為你死的時候 你做的這些對的事 全部都拿不走啊拿不走啊 你懂嗎 你賺多少錢買多好的車子 你讓哪一個人多高興好了 全部都是拿不走的 那我問你 靈魂進化到最後你要得到的是什麼 你可以告訴我說它摸不到抓不到 它也沒有一個衡量標準啊 那 因為這樣子你就不去進化嘛 因為這樣你就不進化嘛 那 幹嘛還過日子啊 因為有些人跟我講說 可以不要休啊 我可以不要休啊 我每天就很專注的過日子啊 我就是每天上班賺錢 回來就跟家人相處 然後我就睡覺 我每天只要著重在這樣就好了 你可以啊我沒有說你不可以啊 可是為什麼十年之後你還是不快樂呢 你還是不快樂呢 你知道嗎 你沒有去想過這個問題嗎 為什麼十年之後 我明明就做我應該在做的事情 我明明就是做我對的事情啊 可是為什麼不快樂呢 好今天老婆啊 媽媽不高興 你就做他們高興的事情 你即使違背你自己的個性幹嘛 你就做他們高興的事情 照你說 照你們這樣的原理的話 你只要做對的事情就好了啊 為什麼到頭來你還是不高興呢 為什麼呢 呵呵呵 很多人 很多人其實覺得啊 版主我今天只是在說一些 大家就聽得到的 就是好像你知道坊間常說的話 或幹嘛的事情 其實啊 版主我一開始的時候 真的不是這樣子 版主我一開始的時候 真的是在學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事情 也就是鬼啊 魔啊 前世今生啊 因果啊 你知道完全摸不著 完全跟現實生活摸不著邊的 可是為什麼今天 版主我講的話 好像都是一些很簡單的道理 為什麼 因為版主我在浪費了四年 他也比較浪費 他真的是 一定要走過這段路 走過了這 這麼多年之後才發現啊 原來 即使這些看不到別的東西 原來都是跟我們生活緊緊相連的啊 呵呵 你知道嗎 所以到頭來才學會了 啊 原來人生就是這麼簡單的道理啊 可是你知道喔 你有沒有發現你們應該都知道嘛 有心在修著應該都知道 越簡單的道理是越難達成的 對不對 反而那些講得樂樂等的東西 是很好完成的 呵呵呵 可是越簡單的道理 反而很難達成 對不對 像是你看最簡單的字 放下 放下這兩個字 字越簡單 就越難放 對不對 anyway 我不想離題太久 為什麼會講到這個呢 靈魂進化 一個靈魂的進化到底要怎麼達成 今天我可以跟你講的是 今天為了達到一個靈魂的進化 要做的事情 絕對不是在取悅他人 也就是說 我絕對不是為了取悅他人 做他人想要做的事情 我的靈魂就可以得到進化 因為我就不斷的說過了 我已經說了很多集了 靈魂是一段很自私的旅程 為什麼它很自私 因為它只決定在你死的時候 你死了喔 你可以拿些什麼 什麼是可以你帶走的 什麼所以這些帶著走的東西 很有限 你們仔細去分析的話其實很有限 它只有關於你學到了什麼 領悟到了什麼 得到了什麼 對不對 所以好 這麼在.. 這麼樣來思考的話 那麼 取悅他人 不合理 期待他人 會高興也不合理 你知道嗎 活在他人的期待的恐懼下 也不合理 為什麼 因為其實大家有大腦想一想就知道嘛 中國人不是常說一樣你一樣白種人嗎 今天就算是同樣父母養出來兩個小孩子 也是不同個性的人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這全世界沒有一個人是一樣 不管你在做你覺得他們會多高興的事情 你永遠沒有辦法滿足所有的人 你沒有辦法 即使是神也沒有辦法 神就算要努力的給你所有你想要 相信你還是會幹給他 為什麼 因為這叫社會常態 這告訴你現在 你沒有辦法滿足所有的人 因為沒有人是同一個父母 因為我們不是機器人 我們不是一個模式、城市養出來的人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不一樣的 既然每一個人都是不一樣的話 那你就知道一個重點 滿足其他人是不重要的 不是不重要 是不可能的 好 既然滿足所有人是不可能的 那你到底可以做什麼 你可以做什麼 呵呵呵 你可以滿足你啊 你啊 因為你的標準 你的衡量 你的滿意度說真的 只有你知道啊 沒有人知道嘛 對不對 那今天與其不斷的熱衷了在 滿足所有人的需要 其實到最後來你會發現 你真正需要滿足的人是誰 你 就只有你 因為我說過 靈魂進化到最後是什麼 你的 它是一個自設旅程 只有你 靈魂進化講起來很抽象 你好像聽不懂它是什麼東西 好 沒關係 版主我功力很厲害 呵呵 白話文的功力還不錯 呵 靈魂進化 我們把它很簡單的說 它其實就是 等你死的時候 等你死的時候 你找到了你是誰 你成為了那個你想要成為的人 你懂嗎 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所謂的靈魂進化其實 就只是一段 你在尋找真正的自我 以及成為那個真正你想要的人 的自我的一段旅程而已 就是這一段旅程 因為我說過它很自私嘛 它其實不關你 它只關我 只有我 It's all about me 好嗎 這句話你們記得 It's all about me 好 如果這一段旅程是這麼自私的 只有跟你有關的 那現在 你要回來思考 我是誰 我想要成為什麼 喔天啊 這又是這麼 這麼龐大的字眼 這又讓大家很焦慮 不知所措 因為做別的事情很簡單 做這件事情很難嘛 對不對 呵呵呵 版主我今天要給你一個很簡單 很簡單的方法 這個方法叫什麼呢 這個方法就是 靈魂的進化其實沒有那麼難 它真的還蠻簡單的 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講話 還蠻簡單的 為什麼呢 就是 如果你有興趣 去完成你的旅程 去尋找到你真的是誰 你想要成為什麼的話 那麼 我就邀請你們 每一天 每一天喔 都 找一個 讓你更愛自己的理由 每一天 你都找一個 讓你更愛自己的理由 我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因為啊 這是有原因的 呵呵 我們的社會其實教育我們 不斷地批判自己 也就是說 我們總是活在 我哪裡不夠好 我過胖 你知道 不夠聰明 我的反應慢 我的... 我很遲鈍 我很幹嘛 你知道嗎 我今天要你舉十個例子舉 哪自己不好 你一定會馬上啪啪啪啪 告訴你那邊不好 為什麼 因為社會這麼教育我們 我之前不敢跟你說 我沒有辦法做我 社會不知道的事情了 就是我不知道的事情 我只能做 我被教育出來 我所知道的有限知識 告訴我的事情嘛 對不對 好 我們這個社會 不管你相不相信 其實是教育我們去負面 思考自己的 也就是說 我們每天都 一定不斷地在批判自己 我好胖喔 我這麼胖還在吃 我這麼不聰明 還在做這種事情 我明明就做不好 我還做這樣 我每天都做這樣的事情 它其實是一種模式 是一種你們自己 都完全沒有注意到的模式 好 你今天沒有注意到的模式 那我們該怎麼做 我們要來 打破這個模式 如何打破這個模式 我不是要求你 要一整天都愛自己喔 我今天告訴你說 我可以 你可以繼續討厭你自己 那是你家的事情 沒有關係 我只要求你每一天 找一個 一個 你喜歡自己的理由 也就是說 這理由沒有很大 我沒有叫你說 一整天就是說 啊你知道我今天一整天 都去幫人家 我今天一整天 都在做慈喪 我今天一整天 我沒有叫你一整天 我只叫你一天 找一個更喜歡自己的理由 也就是說 欸 我今天啊 那個誰跟我回嘴 今天這人跟我回嘴 然後通常我講話都很酸 就酸回去 我馬上會罵回去 然後我今天 回頭思考上 你知道嗎 我今天啊 選擇住嘴 然後還蠻喜歡這個我的 你知道嗎 我還蠻喜歡這個我的 就一件事件 就一件小事件 然後你還蠻喜歡你自己 好 然後或者是今天啊 你今天突然 嗯 善心大發 然後你過馬路的時候 決定服一個老太太 呵呵 好啊我不管嘛 我不管嘛 然後你就說 嗯 我今天還蠻喜歡這個我的 這個我還蠻喜歡的 你知道不太常做 可是 你知道 不是我在講 還不錯 你知道嗎 或者是你今天可能 打扮的 裝扮跟你平常不一樣的 可是你突然還蠻喜歡的 你就這樣 欸 你知道嗎 不是我在講今天 今天這個我看起來 真的還蠻有個性的 你知道嗎 我只是要求你找一件事情 或者是 欸今天我用了這個詞 喔平常不太用 可是這個詞你知道 用了 這感覺很有feel 這就是我 你知道嗎 我只要求你每天找一件 一件 讓你更愛自己的理由 好嗎 為什麼我會這麼建議你呢 因為我之前就說過了 我們其實活在一個 否定的世界裡面 否定的世界裡面 要打破這個否定的傳統 我們就必須要做些什麼 做些什麼 也就是說 當你一旦的抨擊自己 我不夠好 不夠好不夠好 我做什麼都做得不夠好 的時候 你突然改變這個 pattern 然後開始思考說 嗯?今天我做這個東西不錯 欸今天我穿這個淺藍色的裙子 也不錯 今天我走路起來 感覺好像有風喔 我不管你喜歡自己什麼東西 你就每天想一個東西 讓自己喜歡自己吧 有一天你會發現 當你在回頭看的時候 這些每天不斷累積的東西 每天不斷的累積讓你更愛自己的東西 會讓你很喜歡今天的自己 而不是五年前的自己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因為你每天都在收集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像收集郵票一樣啊 你每天都收集郵票 然後收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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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五年之後 然後他突然定一個大增長 然後你就說 哇!天啊!原來我這麼厲害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它其實是同樣的道理 也就是說 你每天一點一滴、一點一滴、一點一滴 收藏你喜歡的自己之後 當你在回頭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你知道嗎 我比較喜歡今天的我 而不是五年前的那個我 因為五年前那個我可能只是在做別人告訴我要做的事情 我不知道自己是誰、真正什麼 可是今天我 我收集了好多滿滿的我喜歡的我 那我今天可以很正式的告訴你 這個就是我 這個就是我 這就是為什麼 而這段旅程 這一段你喜歡自己 五年後的你喜歡自己 或者是現在你喜歡五年前的自己 這一段感覺 旅程它就是我所謂的靈魂進化 你懂嗎 它就是所謂的靈魂進化 那到了你靈魂進化之後 對不起突然有人問 突然有人問我很 呵呵 天外飛來一筆的問題 真的有天堂地獄嗎 版主我很努力的不要罵髒話 可是請你看直播好嗎 呵呵呵 呵呵呵呵 Anyway 它是題外話 不過 回頭來講 回頭來講就是 靈魂進化重不重要 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它到頭來 就是你這個靈魂 要不要喜歡自己 要 你要喜歡 你沒有這個身去之後 你還是會選擇喜歡這個我 因為這個我 收集了滿滿的所有的 為什麼你喜歡你 的原因道理 不是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的 每一個人他可能都是不一樣的 你知道嗎 所以 如何達成更簡單 版主我只要求你 你不要小看每天 這個小小舉動的力量 好嗎 為什麼版主我知道 因為我試驗過 呵呵呵 我一定有白勒鼠 才會跟你們分享 呵 每天這麼一點點 小小的力量 也就是說 你去思考 每一天找一件 讓你可以更喜歡自己的 理由 如果 找不到 那就去創造一個 就去創造一個 好嗎 這麼說 你 你就已經 是在 靈魂進化的 路程當中了 好 呵呵 今天 是回答 靈魂進化的問題 靈魂進化是什麼 呵 如何達成 真的很簡單 不是在回答有沒有天堂地獄 By the way 我真的有 做 地獄的專輯 好嗎 沒有的話 臉書麻煩 不是臉書 麻煩去我的部落格 Google一下 就有了 好嗎 呵呵 不要看到 你知道 版主我很容易犯青筋的 好 呵呵 題外話 好啦 希望有回答到大家的問題 同樣 如果你喜歡我的直播的話 歡迎你隨時加入我臉書的行列 還是去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還是去 我的中文網站 R U O W E N 點 C A 我們暫時就先這樣 我們...對啊 直播就是 你寫什麼我會馬上回答你 如果 它合主題的話 好 呵呵 我們暫時就先這樣啦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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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